亲爱的弟兄姐妹 观众朋友平安 非常开心 又到了我们 马太福音圣经讲座的时间 那我们今天进入到第四十三讲 我们要讲的主题是 求看神迹 我们也要一起来 攻读上帝的话语 记载在马太福音十二章 三十八节到五十节 那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 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 对耶稣说 夫子我们愿意 你先醒个神迹给我们看 耶稣回答说 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 求看神迹 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 再也没有神迹给他们看 约拿三日三夜 在大鱼肚腹中 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 在地里头 当审判的时候 尼尼威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 因为尼尼威人听了 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 看哪 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 当闪判的时候 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 因为她从地籍而来 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 看哪 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 乌鬼离了人生 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 寻求安歇之处 却寻不着 于是说 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 到了 就看见里面空闲 打扫干净 修饰好了 便去另带了七个 比自己更恶的鬼来 都进去住在那里 那人幕后的景况 比先前更不好了 这邪恶的世代 也要如此 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 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 站在外边 要与他说话 有人告诉他说 看哪 你母亲和你弟兄 站在外边 要与你说话 他却回答那人说 谁是我的母亲 谁是我的弟兄 就伸手指着门徒 说 看哪 我的母亲 我的弟兄 凡遵行我天父旨义的人 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时有文士和法利赛人 来叫耶稣显神迹给他们看 但之前这些文士法利赛人 宗教领袖 不是老是在找耶稣麻烦吗 这次他们难道安得好心 来求耶稣给他们看神迹吗 这些人是故意要来抓耶稣把柄的 而且他们想看神迹 耶稣就像变魔术一样 变个神迹给他们看吗 神迹难道是像看节目一样 说有就有吗 这些人心里面存着恶念 仿佛非常期待 诚恳的来找耶稣 但骨子里就是挑衅耶稣 这也使我想到 在之后耶稣被卖的那个晚上 他的那个犹大 门徒中的犹大要出卖耶稣 是用什么暗号来 来告诉当时的罗马兵丁呢 清嘴 粘粘清嘴 用最亲密的方式来出卖耶稣 而不说指控 这个人就是耶稣 把他抓起来 不是 在最后一刻那个犹大 居然还用最亲密的 私生的关系来出卖他 而这些宗教领袖 文士法律赛人 在这个时候 故意的来制造事端 来制造所谓的神迹事件 来挑衅耶稣 耶稣当然知道他们的心 耶稣不是只是 我们有时候说 人心隔肚皮啊 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但我们做基督徒 也要灵巧相舌 虽然我们对神的话 要存敬畏的心 寻良相鸽子 但是灵巧相舌 就是可以来辨别 一些所谓的虚假背后的 那个实质的问题 那些是是而非 是非而是 充斥了在社会人心的里面 耶稣知道这些人心的败坏 就直指了他们内心的虚假 那种善意是包装的虚假 而且他们的言行诡诈 他们正在谋算一个 淫荡淫乱邪恶的世代 只谋求自己的失利 只想要这些百姓的心 来归向他们 可是他们只有敬钱的外貌 却没有敬钱的实意 耶稣就指着这些人说话 这一段 我们就一起要来思想 在第一大段38节到41节 耶稣怎么说呢 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 没有神迹啦 当时那些文士法利赛人 挑衅以假冒为善的方式 叫耶稣显神迹 给他们看 制造问题 耶稣指出他们的问题 就以约拿在余父三天的历史见证 来说 来预表他自己 十下上的受难 要看神迹吗 耶稣当时是没有彰显神迹 但是讲的约拿 是他们熟悉的 这个先知书的故事 但是却也透过约拿的这个经历 来指使他即将 要为人的罪被抓 被钉在十字架上 这最大的神迹是神的爱 是将人从罪中挽回 只要人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救主 就必得救的这么一个 最重大的一个事迹 一个神迹 来回应这些文士 法利赛人的阴谋攻击 耶稣指出的 这是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基督徒 走在在这个地上的见证 我们所以八福里面也有讲到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因为这是一个以邪恶淫乱的世代 可是呢 好像能想保护自己 必须要把自己也变成 跟他们一伙的 好像社会化的过程 也要人心的这种邪恶虚假 主告诉我们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 耶稣面对这些文士法利赛人 只讲没有神迹给你们看 除了约拿的神迹之外 其实他的这个背后 已经把自己的受难的牺牲 实价的复活 这人类历史上 最重大的一个神迹事件 也是一个救恩 介入人类历史的事件 彰显了出来 耶稣讲到 人若不认自己的罪 就一直会陷在 自我的骄傲 自大与成见当中 人在这种情况 怎么会认识真神呢 怎么会知道真道呢 怎么知道他是弥赛亚呢 只有真正的敬虔在上帝面前 因着神的话语光照 透过旧约的先知的传述 真知道这位耶稣是弥赛亚 而不是以他的身份 而不是以他当下的那个 那个环境呈现出来的角色 来做判断 那是会讲错的 所以我们不是以成见来看人 我们乃是以这个人 所讲的言行举止来看待 所以我们对人的敬重 我们要以纯敬畏的心 才是真正的那个爱的关系 彼此相爱的关系 不要以社会的阶级地位 身份 学问来对人做出判断 人如果不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 就算有再大的神迹又如何 他在那里拍手叫好 又怎样 人不得救啊 我们好像那个好像古代那个 在那个在路上变拳的 在那里这个来来求帮 好像是一个表演 不是啊 耶稣不是来表演的 人心必须悔改 耶稣来是要救人灵魂的 抢救灵魂的 所以当这些口口声声 说他们是敬畏上帝的宗教领袖 没想到带头来直接攻击 抵挡耶稣成为那恶者的工具 也带出看到了那个世代的堕落 跟宗教的腐败 到了第二大段42节45节 耶稣说这是邪恶的世代 耶稣清楚地说到 这是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 所以上帝兴起我们这群基督徒 来做光作严 我们不是出家一世独立 这也使我想到在旧约的传道书里面 所龙门的背景 仿佛跟释迦牟尼有点像的 都有王者的身份 释迦牟尼是王子 所罗门是火王 他们对人对生命的现象 有一个很深的了悟 所罗门他没有因为看透虚空的虚空 所以他出家坐和尚去了 没有他羡慕一个日光之上 何等丰盛生命的荣耀 而释迦牟尼在空的境界里面 他出家来寻求那个涅槃的境界 虚空的一种领受 完全截然不同的 我们基督徒我们不是出家的 不要忘了家是神所设立的 神在创造世界之后 透过亚当夏娃的婚姻 他们的爱情 家的设立 家是上帝亲自设立的 所以这个出家的概念是不合圣经的 人必须要在家的关怀那个爱的里面 也成为对神的见证 所以我们不是出家 我们不是一世独立跑到山上做饮事 做饮者 我们乃是领受真道 积极的在世界当中为主发光作言 但我们不是愤世忌俗 就算你知道不对一些特权 我们不是在那里摇旗 呐喊跺脚愤怒 然后走上街头抗议 主要我们举起圣洁的手 为这世代祷告 为主做见证 传福音的 我们不是该搞对立的 不是来搞仇恨的 主说这是邪恶的世代 所以我们看到 不是在这个里面搞对立 搞阶级斗争 也不是叫我们一世图立 到另外一个地方自己过生活 主却在以下的经文里告诉我们 若听见主的智慧话 我们就会像这男方的女王 这样谦卑自己 因为上帝的圣道 上帝的真理 上帝的话语 胜过这邪恶淫乱的世代 为什么这世代邪恶 因为人的罪啊 这个世代邪恶 不是这个世代自己产生的 这个世代是人产生的 是罪入的世界啊 所以我们说会有世界末日 世界末日是人的罪造成的 世界末日不是宇宙地球 赚久了自己毁坏 混乱然后结束 世界末日是人的罪入了世界 世界末日是人的罪造成的 所以赢恶的世界上帝知道 罪必须要处理 罪的问题处理 人心才会归正 人才会回到起初的形象样式 所以上帝的救恩 就会临到一切愿意认罪悔改的人身上 世人如果刚硬的心 是没办法 因为他在罪中 他也只能刚硬 但是我们的祷告 所以传福音不是言语上理性的对谈 传福音不是感性的诉求 传福音是圣灵的大能 在我们讲神的话语 讲悔改的道的时候 是圣灵运行 也在对方的生命当中来动功 若他不愿意接受这个感动 哇 那个等于是亵渎圣灵啊 在最终刚硬的自己啊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活出那圣洁的生命 分别为圣的生命 我们让神来差遣我们 在我们的周遭环境里面 来为主得人 所以耶稣就透过赶鬼 再次见证上帝的能力与荣耀 但人也必须让耶稣内住为主 这个为主 来有主的重生生命的 到了46节50节第三段 讲到耶稣的亲人 那我们可以根据马可福音的记载 当主耶稣在说 你母亲和你弟兄 再在外边要与你说话 他是为了遵循父神的旨意 连饭也顾不得吃 他的亲属 就说是不是耶稣癫狂了 所以好像就要请耶稣的妈妈 他的兄弟 他的弟弟 肉身的弟弟 来劝告他 说不要这样啊 这个有时候我们觉得 是不是好像宗教狂乐了 狂乐分子 但耶稣透过他们当时的这个事情 把这个更扩大到一个亲属的关系 在人世间 我们好像情感是有分的 这个三等亲啊 这个夫妻啊 父母啊 儿女啊 然后好像就越远 那个远亲啊 那个感情就慢慢淡掉 但是主却告诉我们将来神的国度 所有的神的儿女都叫弟兄姐妹 我们天上的神叫天父 天父爸爸 阿爸天父 阿爸天父 用比较我们华人的一种说法 就是 就是 就是那个 很亲密的 这个爸爸 爸爸 那个 那个爹 那种称呼一样 是非常亲的家人的 在地上是有这个远近亲疏之分 但是在天上所有的儿女 神的儿女 都是弟兄姐妹 都是亲戚啦 都是亲人啦 这段话不是说 神要人不爱自己的亲人家属 乃是说 这个亲属家人 都应该要在神的国度的里面 有时候我们会误解神一段话 你们若爱我 胜于自己的父母兄弟 不配跟从我 哇 讲这句话好像上帝 好 很 怎么这么绝 狠心啊 跟随他 要抛弃弃子啊 要跟父母道别啊 哦不是的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如果真的跟随基督的人 就会回过头来 带他的家人信了耶稣 因为那救恩 永生之道 有时候我们说 哎呀 如果这个 我主啊 我先照顾我的父母 等他百年之后 我再来跟随主 其实在那段话的里面 那个是一个最狠心的 最不孝道的人 怎么会呢 这个人 是说 孝敬父母 不要惹 父母的气 等他父母 百年之后 他 安葬好他父母 再来跟随耶稣 这个手孝道啊 可是耶稣讲的是 如果你觉得 信耶稣这么好 是永生之道 是将来得救在天堂 与主同坐王的荣耀 你居然狠心 不让你的父母 亲人信耶稣 你要先埋葬他们 你再来跟随耶稣 这哪是孝呢 真正的孝 是你信了耶稣 跟随了主 你应该要带你的家人 通通来信主 这才是真正的孝 所以说 你若跟随我 没有 这个要 就要 就要这个 若不胜过父母兄弟子女 其实他的意思 是反过来的 你信了耶稣 就要带领他们信主 而不是说 为了他们的不谅解 因为他们不认识主 而导致自己不跟随主 连自己的救恩都丧失 所以我们看到 真正的孝 是在基督的里面 传福音是孝道的完成 是孝道的实践 所以当时 我们看到 玛利亚是耶稣 肉身的母亲 在耶稣 道成肉身之前 玛利亚是知道的 所以我们说 圣灵同真女怀孕 她知道的 当时的约瑟 差一点要把她修掉 天使就告诉她 这是从神来的 圣灵来的 所以玛利亚 说蒙大福的女子 是真的大福 天的大福 但是世人会误会她 以为耶稣是失神子 玛利亚是 当时不检点的女人 怎么可以未婚生子呢 然后呢 玛利亚我们看到 在这个约瑟 很早 她的先生 很早就过世了 约书 就来 这个要做工 继承了约瑟 木匠的职业 来帮补家绩 所以约书也是 看到她人性的那一部分 完全人性的部分 来照顾这个家庭 照顾她的母亲 不然当时的玛利亚 如何维生呢 之后的弟弟妹妹 如何成长长大呢 好 我们看到这个孝道 在基督信仰里面 真正孝道的成全 圣经中孝道很有意思的 我们中国人的孝 孝怎么写 好像老师的老下面 那个拿掉 换成一个儿子的纸 小子背老子 儿子背老子 做儿女的背着父母 那个叫孝 是 但有时候我们的孝 是单行道的 就是 这个是我的孩子 我要怎样就怎样 这个 圣经却告诉我们 孝道的另外一个成全 主啊 你们做父母的 在主里不可惹 儿女的气 我们有读过 我们做父母的 不要在主里 惹儿女的气 可是我们常常惹 惹儿女的气 但是要为他们守望 祷告 把儿女带到主的面前来 在神的爱中 那个家才会幸福啊 所以信耶稣是 亲情的恢复 爱情的恢复 友情的恢复 因为神是爱 神的真理是 爱的综合的融合的呈现 所以信耶稣真好 信耶稣家庭的幸福 因为亲情的恢复 爱情的恢复 好 跟朋友关系 人际关系好的恢复 好 所以 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原来信耶稣 是整个扩大 不是人间一种 亲疏的那种亲人关系 是整个的神的国度 都叫弟兄姐妹了 所以透过这段经文 那我们思想 我们的信仰纯正嘛 我们的思想只是 限制在一些 这个想法里面嘛 我们还是 只是想看一个神迹呢 若真的看神迹 还真的得救吗 不会的 虽然有神迹 感谢主 但没有神迹 不减损上帝 福音的大能 而我们基督徒 我们必须要守住 圣经的纯正性 圣经说的 我们的阿们 圣经没有的 我们要小心 越再多说 就出于那恶者 当时亚当夏娃的时代 圣经就有一句话 只有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你们不可吃 可是这一句话 亚当夏娃没守住 尤其夏娃 没有守住 多加了一句话 还不可摸 加添了什么 导致恶者知道 夏娃 你心里其实是 对神的话害怕的 因为你加了不可摸 只能远远的看 可是撒旦就知道你内心 对神话语的那种 模糊跟松动 你吃的日子 起真是会死 所以我们就看到 对神话语的准确很重要 神话语的准确 才会带来我信仰的纯正 所以弟兄姐妹 读经祷告好重要 读神的话语好重要 不要以为我读过啦 我读过一遍啦 有印象啊 牧师讲到 我都知道啊 叫一读再读 再再读啊 就像钉钉子在墙壁上 你不要以为钉上去牢啦 钉三下 已经钉在上面啦 外面风吹欲晒 一碰就掉的 就像耶稣讲到 盖房子 要盖在那个根基上面 不是松松的沙土上 钉子也是 要一直敲 一直敲 我们一生的灵修 一生的读经 就是不断的将神的话 吃进去 吃进去 吃进去的过程 信仰才会有它一定的纯正性 不然我们只靠外在的感觉 有没有神迹呀 就算看了神迹又如何 心里还是不信的 因为相信主是认罪的过程 不是看神迹的过程 不是有神迹歧视 有一些神迹现象的产生 你信耶稣 那个不是信耶稣 真正的信耶稣叫认罪悔改 耶稣的名字就给了答案 耶稣的名字说 他要将他的百姓 从罪恶里救出来 这个叫信耶稣 所以认罪是信耶稣的必要 跟唯一过程 所以看神迹会信耶稣吗 看到歧视会信耶稣吗 有些义能会信到义书吗 不会 只有认罪悔改 才是信耶稣 福音的大能是在于人的认罪悔改 不是外在现象 求主帮助我们信仰的存在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至圣的父神谢谢你 因为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得得救 主那我们的信仰是 因着敬虔而存证 主我们对神的话语 有一个准确的认识 主我们不是道听途说 虽然在传福音的过程 有神迹奇事有义能 这是神的恩典 但神迹奇事义能 不能取代福音的大能 信耶稣只有认罪悔改 信耶稣不是看了什么神迹奇事 信耶稣也不是 谁对我好我信耶稣 也不是自己病得医治我信耶稣 主啊信耶稣是承认自己的罪 是认罪的过程 主啊也因着你的应许 使我得永生之道 因着耶稣 我们重新回到你的面前 来敬拜你 回到人应有的形象样式 成为有灵的活人 主谢谢你 盼望这段经文 那我们对神迹奇事的认识 对这些当时宗教领袖恶意的指责 那我们也不落入到 这样子的一种成见的控告 主啊 那我们以神的话为事 谢谢主 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